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着手给孩子起名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马亦的名字 同时说起名一定不能草率 别像他弟弟一样起了个电影中精神病人的名字 那也叫悲剧了 傍晚麦在呼叫中心接到男孩小布的求救电话 我妈妈精神恍惚 他正在开车 麦迪让小布妈妈瑞秋在路边停车等待救援 瑞秋却像没听到一样毫无反应 小布直接吓哭了 拼命砍求妈妈停车 妈妈却像木头人一样 一点回应也没有 很快他们的车子撞上了前方的车子 接着又是一辆 小布尽管地睁大双眼 大口喘气 麦迪问小布现在在哪 小布环顾似终 声音都变了地儿 我们马上就要上高速了 而且走得神秘行道 雨停同时 乔治也接到一通电话 高速上有辆车走错了方向 还没说完电话就断了 紧接着更多的人打来电话报警 710高速有人逆行驾驶 麦迪大声要求瑞秋请车 瑞秋却扔在神游 啥也听不见 于是领导苏请求 关闭710号公路43号之后 所有的出入口 并派遣寻找去解救小布母子 瑞秋把公路上的车子 搅得一团糟 终于在小布的呼喊中 他们的车子与迎面舍来的货车相撞 紧接着引发了灵魂车祸 场面惨烈异常 令人不忍目睹 女警火速赶往现场 此时118救援队已经开始救援 队长说 目前至少有三名死者 还有十几人受伤 赵氏汽车已严重变形 车内没有言语回应 但小帅检测到了热信号 得知车中有男孩 队员们历届找来钳子开始撬车门 但车顶陷得太深 根本拉不出来 队长拿来锯子 还撒锯车顶 队员们骑上阵掀开车顶 看到小布妈妈瑞秋 只受了轻声 而小布收缩压急速飙升 推测要创伤性脑损伤 队长当即联系儿童急诊时 做好神经手术准备 瑞秋意识渐渐清晰 第一句便是询问儿子的情况 女警发现 一瓶耗在纸上三分之一的烈酒 气愤的说 就因为他犯傻酒后嫁出 不知金马要死多少人 这令队长忆起了曾经的自己 但很快便缓过神来 提醒队员阿伦 把安全气囊关闭再去救人 可话音未落气囊就爆炸了 巨大的气浪将阿伦推了出去 队长也被甩了出去 队长醒来 喊老齐快去救阿伦 阿伦的半边脸以为收伤 还惦记着车里的司机 看着司机被烧伤的脸 队长思绪凌乱 接听来电视 麦迪又开始工作 表情痛苦 苏注意到他的状态 及时接替了他的工作 催促他快去医院 同时通知队长 让老齐赶马医院陪伤 老齐兴奋的合不拢嘴 女警告诉酒家瑞秋的丈夫 瑞秋已被拘留 我们正在调查 金马710公路车户的起因 男人从新闻中得知 起因是司机酒驾 摇头说 儿子在车里 妻子绝不会酒驾 因为妻子曾向他保证过 此时小步还在手术中 女警问男人 是否知道瑞秋酗酒 她尝试过很多次戒酒 我们的婚姻也几乎因此破裂 但后来儿子出生了 我以为她终于有了戒酒的动力 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 女警肯定的说 她血液里的酒精浓度 是合法驾驶浓度的四倍 车祸发生时甚至更高 难怪你儿子抱酒 说她精神恍惚 得着是儿子抱的酒 男人不禁失声痛哭 老齐相反的冲进产房 麦迪说 她需要呼吸珠 老齐却把呼吸珠 落在了弟弟小李的车里 给弟弟打电话 却直接转到了流言箱 另一边 每每接到的一通来电 我被撞了 流了很多血 原来临婚车祸前一分钟 结果是小李打电话给911 说有辆车在高速公路上逆行 紧急着 他就被后面的车子 撞下了高速 所以打电话给队长 告诉他有个司机被困车中 队长很诧异 因为他们也救出了所有人 苏让美美重新联系来电人 电话却转到了小李的流言箱 美美大吃一惊 告诉队长 来电人是小李 大家慌了 当地也开始重新搜索 队长想到了什么 与呼叫中心联系 询问第一个报警电话 是从哪个出口打来的 美美告诉他 是43号出口的胁迫 小帅明白了 小李不是在连环车祸里被撞 而是在最前面 大家迅速赶往43号出口 终于找到了小李的车 与此同时 麦迪的宝宝也落了头 小李流了很多血 脉搏跳动很快 大家拼尽全力 将小李抬上担架 小亨判断 小李脾脏破裂 就在埃迪准备通知医院 大量书写时 生命铁章开始报警 小亨快速给小李做心脏复苏 恳求小李千万别睡过去 此事奇迹发生了 麦迪的女儿出生了 小李也有了脉搏 麦迪女儿出生这一好消息 很快传遍了呼叫中心 大家都为麦迪开心 并提议出去庆祝 老七看到小帅 拎着拉在小李车中的代产包出现 感觉很意外 小亨疲惫不堪的走进家门 看到凯伦以为尼亚整理好书包 小亨说今天很累 拒绝尼亚的夜间探视 凯伦觉得这事他们根本阻止不了 小亨就急了 指责凯伦对尼亚的离开无动于衷 凯伦感到很委屈 尼亚有妈妈 即使我们对她诗如己诸 她也不是咱们的孩子 我一直在强忍 拜托你别让我一个人硬撑 老七守在小李床前哭着说 老弟我当爸爸了 今天本该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一天 因为我的女儿出生了 而且你也有了一线升级 求你了睁开眼吧 或许是老七的重新感动了盛层 小脸一点点睁开了眼睛 女警觉得自己不可以在车祸现场说 喝酒犯蠢这样的话 队长却说 你说的没错 昨晚有人丧生都是他害的 我跟他一样 如果我忘了那天 依然非常危险 说完队长来到嗜酒者呼接协会 告诫嗜酒者 生活并不在乎你觉得自己有多强大 他会想办法击垮你 但只要你不放弃 生活就总会有升级 尽管你发现新的路依旧坎坷 但请记住 值得的事没有容易的 有了爱你的人给予你的帮助 你就能找到继续生活的力量 麦迪准备给女儿起名叫智英 老齐呆住了 因为那是自己妈妈的名字 麦迪解释道 我给李仪打电话 她一直说 如果你妈妈还在 能看一眼孩子有多好 所以我一下子就决定叫她智英了 老齐觉得 现在开始 她自己才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长按点赞 并转发一下支持雨哥吧 这样有推更效果哟